音樂 好 同學們 我們請江同學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怎麼做這一題 來 來 你就直接講 好 謝謝張同學 應該就是很直覺就是帶進去答案就出來 一比當然就剛好一模一樣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遍 你來驗證這個公式怎麼出來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就是一個矩陣不是可以表示成什麼 你剛剛講 任一個矩陣可以表示成 對稱矩陣和反對正矩陣的和 是不是 但你講的這件事情是都成立 一定會成立 就是我任何一個矩陣 任何一個矩陣V 我可以表示成 二分之 B 加 BT 加上 二分之 B 減 BT 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矩陣 這一定是一個對稱矩陣 這一定是一個反對稱矩陣 好 但你講的沒有錯 但是跟我們這邊是沒有相關的 我們這邊只是講說 任何一個二次式 quadratic form 你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好 那你可以假設A是對稱 如果今天給你一個quadratic form A不是對稱 你可以把A 把它代換成A加AT除以2 它得到是同樣的quadratic form 那這樣的話你這個A就一定會對稱 是個意思 代換 對 代換 把它換過去 因為你換成2分A加AT的話 它得出來還是同樣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不會變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只要這兩個加起來等於4 就是它算出來都會等於原先的式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就是2000年 2000年和2010年它人口的總數 有沒有人能夠查得到 有沒有人查到 同學 這邊現場不是很多電台 很多台電腦嗎 來來 最後面那個拿VIO 筆記型電腦同學 來幫我查一下 VIO 2000年美國人口多少 2010年美國人口又有多少 查完以後跟我講 這是我們預測值 看看你真實的答案是多少 好 我們先繼續往下走 那麼你如果在Mateup下面 你直接輸進去Census 你可以直接對Sensor進行 這個 利用多項式來進行Curve Fitting 那結果你會發覺次數越多的時候 譬如說一次的話是一條曲線 二次的話還有Power線 三次的話 就它的誤差會越來越小 可是到最後呢 如果你次數夠高的話 你會發覺一個現象 哇 它每一點都非常符合 一過2011年 就來個大爆炸或大計畫 人口就全部掉下來 所以這個想起來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 所以這就是各位要注意的時候 在進行這種Curve Fitting的時候呢 你要找出來 一方面要很逼近原先的資料 二方面它要合理 你發現這不合理啊 這哪是發生世界末日的嗎 不合理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你就變成說 你要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你看原先的資料點 原先的資料長得是這個樣子 請問你 要用幾次多項式來進行Curve Fitting 一次很顯然不夠 一次是一條直線 它明明是曲線啊 二次看起來可以 三次會不會更好 四次呢 那變成你要選這個排行後面的order 這件事情變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往下走 那怎麼選排行後面的order呢 這個我們暫時不講 這個其實是我們去年的作業 但是今年我覺得這個作業有點 有點小無聊 做起來也沒什麼興趣 沒什麼趣味 所以我們今年作業我們要換掉了 那如果說你給我一個多項式呢 我可以進行 利用這個多項式來進行這個排行後面的fitting 或叫多項式擬合 那多項式你一天到晚常常碰到 所以Metal有一些函數可以讓你用 第一個叫PolyFit PolyFit叫Paninominal Fitting 一個叫PolyVail Paninominal的Value 求它的值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你看我們這裡就是 我剛剛是漏掉講的是 有沒有用一個PolyFit 資料送進去 這是它的年份的資料 這是它的正確人口 那我要用second order order等於2 資料值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邊瞧 我們在前面有沒有要把A找出來 這個A 要把A找出來 B找出來 然後又反除 再把資料找出來 那不用它都幫你包得好好的 這個我剛剛講的 如果選用的模型參數太多 或是次數太高 那模型平方而變小 但是預測可靠度也下降 到這裡就啪掉下來 這可靠度就不對了 所以線性回歸的成功與否 和所選取的模型 有很重要的關聯性 只要參數越多 它的平方誤差一定會越小 這是可以用數學來證明 而且你可以想看 如果參數的個數呢 是等於資料點的個數 平方誤差一定會等於0 在正常的情況下它會等於0 但這並不表示預測會最準 因為資料點還有很多雜訊 有些突然高一點 有些突然低一點 每年氣候也都不太一樣 都會影響到人口的變遷 我們希望資料要能夠很穩定的 找出來的model要能夠很穩定 所以這時候我們並不見得 每一次都希望平方它的誤差等於0 換句話講誤差越小 並不見得代表你的model越好 它中間有一個平衡點在上面 所以我只能講 完全吻合資料的模型 代表此模型受雜訊的影響也是最大 預測的準確度也會比較差 所以這是你必須要小心的地方 所以如何選取模型呢 是線性回歸一個重大的課題 一種方法叫live one out 這個方法我們今天暫時不講 我們先跳過去 同學找到沒有 還沒有 你是用Google再找 好 我們再等一下 你今天一定要找出來 不然你不要回家 好不好 碰到我們剛剛講是單輸入單輸出 那我們也有多輸入跟單輸出 多輸入這邊就整個變成一個 有沒有 這個x變成一個向量 這邊也是一個向量 整個這些函數呢 f1 f2這些都叫做basis 叫基底函數 那這些基底函數呢 就是反正它就幫你算出一個值出來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的線性的參數 a1 a2到an 都是y的線性的參數 所以是整個還是一個線性的模型 那同樣的我如果要找出來 這個線性模型裡面的最佳參數值 做法完全一模一樣 我就把幾個點帶進去 我假設有m個點帶進去 我就一度把它帶進去 然後寫成矩陣的格式就變成這個樣 這邊有m個點在這裡 這邊有n個基底函數 那一層 那我希望它等於y 但不會剛好等於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a 這是我的sida 這就是我的y 所以這誤差項呢 就變成誤差項是y-a-sida 所以我把這誤差項呢 寫成它的每一個元素的平方合 所以就變成y-a-sida transport乘上y-a-sida 那怎樣求sida的最佳值呢 我剛剛一直講 沒有跟你講說sida最佳值怎麼求 我跟你講 說你可以直接對它為分 令它等於0 就得到我們要的最佳值 但是呢如果寫成這樣的一個 矩陣的形式呢 它就有點tricky 就不是那麼容易直接解出來 那就是我們一樣可以做 就是最後得到的答案呢 sida最佳值會寫成 a的transport乘上a 它的inverse 再乘上a的transport乘上y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答案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現在 我們來試著做一遍看看 上下都寫了 我已經沒有手可以拿東西了這個 麥克風剛剛又被我拉壞了 現在沒辦法帶 這什麼東西啊 反差嗎 那我們剛剛寫 a 其實我不應該插掉 好 a b 因為不會剛好等於y 所以呢我就把它加上一個 1 會等於y 這個1也是一個向量 y也是一個向量 b也是一個向量 a是一個矩陣 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那我希望呢 這個y 要越小越好 那y上是一個向量啊 所以我要裡面的元素的平方核 越小越好 所以呢我們直接看這裡 所以這個1 所以這個1 會等於y 減掉ac 我這邊用θ來表示 我這邊也用θ來表示好了 好 那我們的目標函數呢 我們的 就可以寫成 1的transport乘上1 這是一個向量喔 現在是一個行向 你把它transport變成列向量 列向乘上行向 就是每一個元素的平方核 這時候呢就會變成 y減掉ac transport乘上y減ac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展開來 這邊你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拿 整個都是 就是乘出來 這整個是一個存量 但裡面 這個是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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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個也是一個向量 所以t要擺進來 就可以得到 yt 減掉 有沒有 t放進來 at的transport 變成θ at 好 我現在把它 乘開來 然後對它做微分 我們就會用到剛剛講的那個公式 好 乘開來 其實這一項乘進去 乘進去 這一項乘進去 但因為這個位置數在這裡 這個是位置的 我喜歡讓位置數的次數擺在前面 所以 或者沒關係 我們就一下下層 這一項乘進來 變成 yt 乘進來 減掉yta 這項乘過來 減掉 taty 這項再乘過來 加上 tata t 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 你仔細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我們的quadratic form 這就是一個二次式而已 那這個呢 都是一次式 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 譬如說把這個擺到前面來 減掉這兩個 這兩個實際上是同樣的東西 你問我說 這為什麼會同樣的東西 因為長得很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這一層出來 yt乘上a乘下 這是一個存量 這也是一個存量 但你這個東西的transport 會等於這個東西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你這個東西把它transport 這個加上一個transport 變成 c.t在前面 at在前面 然後y在後面 所以這兩個實際上 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這邊呢 你可以直接解釋 那兩倍的c.t.t.t. y 然後再加上yt.y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對c.t為分喔 維分就是用到我們 剛剛前面講的那些公式 誒 潔心幫我按一下 Rotate 了一下 這個是電動的是不是啊 誒 果然會有聲音耶 它好像會吸那個 吸粉筆是不是 看起來蠻不錯的 好 這個是一個θ 2 次4 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對它做微分了 微分呢 直接取歸點 好 公式喔 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看的公式 這東西微分等於什麼東西 等於 看看右邊那個東西 看看右邊那個東西 有沒有 xtax 你對它微分得到2ax 那當然這個東西也是對稱矩陣啦 at乘到a也是對稱矩陣 為什麼它是對稱矩陣 因為你把它transport 所以等於它自己 就是a t a transpose 然後transport要擺進來之後 要把它翻過來 所以變成這個a跑到前面去 然後加一個t 然後這個t跑到後面去 然後兩個t底下這樣 又回 變成它自己 所以這兩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對稱矩陣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就直接 不錯 很好用 直接對它微分就得到2倍的 a t a c 這樣 好 再對這個東西微分 也是 剪掉了 2倍 a t y 這公司我就不寫了 你直接看一下前面公司就知道 好 另它要怎樣 另它要等於0 有沒有 所以a t a c 這樣等於 2不見了 2抵消掉了 a t y 答案就出來了 c 這樣等於什麼東西呢 a t a 故意 a t y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在這裡 所以你做 這種最 最小平方法 做這種曲線的回歸 只要能 表示成這樣的式子 我就一路解析解 答案就解出來了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但是呢 這個答案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然後加一層 過去答案出來 但是真正MATF在用左出的時候 它不是用這個答案去解 還有其他更深入的方法 這個答案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 a t 乘上 a 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平方的效應 所以數值很大算你一平方它就變大了不得了 數值很小你一平方就小的更小大了更大 會造成你算 inverse 的時候不容易算 容易造成數值的誤差 所以真的在 找 c 的時候呢通常不採取這個式 這個式子是數學上 它一定會成立 數學上很漂亮 但是真的在做的時候它有其他方法來做 至於什麼方法我們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各位將來如果修高等數值方法 李哲隆老師開的 就是 LU Decomposition QR Decomposition 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但我們暫時目前可以不用管它 數學上得到的答案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 C 的最佳值就表示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A T 上 A 負一 A T Y 那你直接用左除一次就把它算出來 那這邊有說明 就是 最佳的 C 大值 A T 乘上 A 負一 乘上 A T Y 但是 這個東西呢 容易造成電腦內部計算誤差 所以 MATLAB 在計算左除的時候 它會 不斷去判斷說你進來的局正有什麼樣的特性 然後它選用不同方法下去解 得到解才會比較穩定 好 這個範例曲面擬合的範例 這範例不是很重要 我們直接跳過去 好 再過來呢 是碰到是非線性回歸的問題 我們剛才的線性回歸都看到 多像是回歸也是線性回歸 然後 或者是 多輸入單輸出的 你也可以把它表示成線性回歸 但碰到非線性回歸 就比較複雜 第一個 我們無法一次找到最佳解 像這個樣子 你看 我這邊是一次就找到最好的答案 能保證它的 它的誤差值是 最小 最小平方法 但是 碰到non-linear regression 沒辦法一次找到最佳解 而且我沒辦法保證你一定能夠找到最佳解 你可以東找西找 可能找到一個蠻接近的 但是是不是最好的解 我沒辦法證明 所以你必須用各種 非線性的方法 所有的數學性質 也都不是很明顯 那麼用數學來描述 假設我所用的數學模型 長得是這個樣子 y等於f 是你的輸入 θ是你的參數 最後的誤差值也是一樣 yi 減掉這個函數 把它平方起來 然後全部加起來 這就是我的總平方誤差 你要找到最佳的θ值 碰到這種非線性回歸的話 有幾種方法 一種叫做 gradient descent 一種叫做 downhear simplex search 這個方法我們今天也都不講 先直接跳過去 那麼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假設我們所用的數學模型 是這個樣子 a1乘上1的lambda1x 加上a2乘上1的lambda2x 這兩個都是一個指數函數 兩個把它加起來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a1和a2 對於y來講 這是一個線性的參數 因為它有沒有 跟它是處於同樣的地位 但是lambda很顯然就不是線性 因為它是出現在指數 那總平方誤差 我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那這時候呢我們如果要把它 最小化 把這誤差最小化呢 一種簡單方法呢 就直接用這個 simplex search 那這方法呢 MainLab有一個指令叫 fminsearch 就是來 implement這個方法 我們來看怎麼用這個 指令 來 執行這個方法 使這個值 誤差值為最小 在使用前呢 在使用前呢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能夠傳回來 它的誤差到底有多大 那這個函數呢 它吃什麼東西呢 吃你的sita 你的sita值是多少 還有吃你的data data就是你給我的sampledata 那sampledata我假設 第一值行 第一個值行是我的x 第二個值行是我的y值 那 那我預測出來的值 就是 sita乘上 它的指數函數 加上 sita2 我分別 sita1 sita2 sita3 sita4 分別代表前面的 a1 a2 還有lambda1 lambda2 只是我把它pack 把它塞在一個 一個sita的向量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預測出來的值 這是實際的值 所以它的square arrow 就把兩個相減 平方相加 我的霧煞就回穿回去了 所以接著 MateLab就可以根據你這個函數 它會不斷地去調整sita 這個data是固定的 這是你進來給我的sampledata 我可以不斷地 喬這個sita 喬到最後讓它的霧煞值 越小越好 它用的方法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simple x search 雖然各位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後面會再講到 但是各位 你可以想想 那就是一個 最佳化的方法 就很像我之前跟你講 蝦子在走路 蝦子在走路 如果它要走到一個最低點 我要找這個最小 它就拿拐杖 點一點 這個低 這個更低 這邊更低 這邊又變高了 我就往這邊走 再走一步 再點一點點點 看哪邊最低 就繼續走下去 當然這樣是一個很笨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蝦子 那也沒辦法 就只能這樣繼續一路走 譬如說蝦子要下山 要最快的下山 當然這個例子也不整合 你還可以點點到懸崖 掉下去 那就是點點點點最下 就是走得最快 往下走路徑 就可以最快下山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怎麼做 我們用f mean search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把data 露了進來 好 data就是我們的training data 那麼 ceta呢 ceta0呢 是我們的起始 剛開始呢 我們要先猜一組詞 同學人口找到沒有 找到了來 說一下 我們回去看合不合理 2.81 太多了 2000年多少人 2.81 所以是281喔 281百萬是不是 281百萬 所以我們的預測還比較低一點 他人口更多 2010年呢 308 所以我們物測都偏低 所以比方說他人口還是增長蠻快的 好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當然你可以把2000年和2000 2010年的資料一起加進來再訓練一遍 可能就可以得到一個更準確的結果 那就可以預測 下個10年他的人口水有多高 好我們剛剛那個函數呢叫做 error major01這是一個函數 所以我在呼叫他的時候呢 我函數名稱加一個at 讓他知道說這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會去呼叫這個函數 那我要把c大零就是剛開始我猜的字 就是剛開始我起司點嘛 我要用拐杖拐點的時候 我第一個起司點 是c大零 所以c大零在這裡 我這邊為什麼要放一個空極核呢 空矩陣呢 因為這空矩陣本來是要放說 fmin search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比如說你點到底要點幾次 點到後每一次走要走多長 都放在這些 都可以由這裡來指定 那這裡我放一個 空箱那樣或是空矩陣一次 就是表示說我全部用預設值 我不要去指定它 那你如果說你想改變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打 fmin search 他就跟你講說這邊要怎麼喬 那這個data呢 也比較特別 這個data是要送到這個函數裡面 你說這個函數要吃兩個東西 一個吃是c大 起司值 然後再過來吃這個data 那MateLab就會在這邊 c大零從c大零開始喬 一路喬 喬來喬去 最後幫你找出來 這個函數的 最小值 好假設跑完了 他跟你講說 這邊tick 跟你講 我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這時候呢 我再跑一遍 再算出來 然後把圖畫出來 看結果是什麼樣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是類似這個樣子 計算時間大概0.03秒 那這是 最後拉出來一條曲線 這樣子 乎乎平方合 5.33 乘以10的 負一次方 所以這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就是丟給他 讓MateLab幫你跑 最後他就找出來一條曲線 實在每一點到這曲線 的平方合為最小 但這不是最佳的方法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我們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 改良方法 我們前面呢 是把所有的 參數 都視為非先性的參數 就把他丟到 fminsearch裡面去跑 但是你仔細看到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y等於 a1 乘上這個東西 加a2乘上這個東西 但是a1 a2 這兩個是 線性的 只有lambda1 跟lambda2 非線性 所以我可以把它 混合來做 混合來做的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任何一個lambda1 lambda2 我可以用 我們前面講的 最小平方法 或是左除的方式 找出最好的a1 a2 那這時候再把誤差吐出去 所以每一次我只要調整兩個 lambda1跟lambda2 由fminsearch來找 由這個Synpex 效波式搜尋來找 但是a1 a2我還是保持 由我們前面的 前面的公式 來算出他最佳的a1 a2 所以這樣做了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在非線性參數固定的情況下 我一次可以找到最好的線性參數 所以搜尋空間的維度 由4降為2 最佳化 會更有效率一點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也是一樣 我用了一個新的函數 叫ever major 2 那我這個lambda就只是 我的非線性函數 lambda1跟lambda2 data一進來一樣 我拆成x跟y 然後把a矩陣找出來 a矩陣就是我們這邊的a矩陣 跟這邊的a矩陣一樣 這邊a矩陣一樣 把a矩陣長出來 長出來之後呢 我的 小a 這個小a事實上我就是前面的 a1 a2 是我的線性參數 我直接做出 答案就出來 答案出來後 那我再把它的誤差值 把它吐回去 所以這時候每一次進來 每一次進來lambda呢 我就要算a 那算a是保證一定算到最好的a值 所以這邊呢 就是a的計算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那原下搜尋四個參數 現在就只剩下兩個參數 所以一樣下去跑一遍 那麼 幾乎是一樣 lambda0 原始值我是用 也是只剩下兩個00 那函數叫lm2 那直接把它送進去 然後看計算時間是多少 最後得到是 計算時間是0.02 那誤差平方合是1.47 我們看跟前面比起來 前面是多少 前面是5.3 這10的負一 所以0.53 但這邊是得到是 0.14 所以我們表示誤差又更小 所以表示我們這個方法更有效率 很快就能找到最小的字 所以可以產生 較低的乌差平方合 所需要的時間也比較短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方法呢 很多模型都不是線性的 像這個樣子 a是線性 b不是線性 但是呢我可以把它轉換一下 讓它變線性 譬如說我兩邊取nature log 變成nature log y y等於nature log a加上bx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新的y 新的a 舊的b 所以這兩個是不是變線性參數了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線性的 然後y在這裡 就這樣的話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變形法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直接找出它的 最小值出來 但這時候最小值 還要minimize的東西呢 就不是 不是說這個 減這個誤差值的平方 而是變成這個東西 去減這個東西的誤差值平方 所以差異會有點差異會不太一樣 但至少它很容易做 我只要轉換成這個格式 再丟進去 就立刻把a給算出來 那這個我就在示範說 變形法 只要轉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這兩個 這個是參數 這個是參數 那你就可以把a找出來 原先的nature log y 就把它 放成一列 變成我們的 右邊的 這邊的y 這邊的y 所以這邊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跳太快了 我前面 在這裡 我要產生一個a出來 有沒有 這個a就是 x在這裡 這是我其中一列 然後其中這邊是1 所以這邊擺的是 都是once 1 然後直接一反除 ceta就出來了 但是你要記住喔 你得到的ceta 是指 轉變後 變形後的ceta 所以你還要變回原先的函數 有沒有 你ceta得出來以後 你的a是等於ceta1的exponential 那b就 剛好等於ceta2 這時候再把它重新 整理一下 最後得到的指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小圖是對nature log y 對x的做圖 我們事實上是得到這個東西的最小平方 所以一條直線拉出來 我是得到這邊的最小平方 那你把它再轉回去 轉到原先的式子 你會發覺 也蠻接近的 但是呢 事實上 其實你會發覺 有個地方就怪怪的 你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邊越差越多 越差越多 這是因為我取了log以後 這些誤差都會被minimize 變得很小 但是你如果轉回原先式子 你會發覺 這邊又慢慢變大 所以我這邊特別說明 經由變形法之後 得到最小總平方誤差 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原模型的總平方誤差 但通常這個e' 最小值的時候 e不見得是最小值 但也不會差太遠 所以你可以由這裡 再丟到我們前面的 fminsearch裡面 再做一些微調 就可以讓它 逼近的更好 那這邊就是 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先用 變形法 有沒有 這邊 A1做出來 c做出來 然後 ab找出來 然後找出來 我把 這一次找出來 變形法找出來 ab值 丟到c0裡面 然後再把c0 丟到我的fminsearch 這邊再做一次 那看得出來 值是多少 所以得到的 平方誤差 就更小 有沒有 這邊總平方誤差更小 而且你看 這邊data fitting 是不是就fit的更好 有沒有 整個都fit的很好 所以簡單講 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使用 變形法 找出大略 已經非常接近了 再用fminsearch 來對 誤差平方的 進行最小化 因此說 對它 誤差平方會 只比 變形法 還要來小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哪一些函數 可以適用變形 同學 這個就是考試會考的東西 就是原來的模型 是這個樣子 ab 你可以把它翻一下 變成y分之1 等 a分之1 x1加 a分之1 這個看成新的y 那這個是我的 新的α 新的參數α 又回頭看 這又是一個線性的model 那線性model 我可以把α β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我就用 α等於a分之1 β等於a分之b 我就可以把ab 再翻轉回來把它找回來 那同樣的 後面都大同小異 你是想辦法把它翻轉一下 想辦法把y全部擠到一邊去 想辦法讓所有的參數呢 所有的原先的參數ab在這裡 經過參數 不管你怎麼樣的combination 最後這邊就變成線性的 這邊變成線性的 然後就可以造 用同樣方式把它造出來 那一旦alpha β找出來後 我的ab 就可以寫成alpha 和β的函數就可以原先 就可以把ab再把它找回來 那這邊細節我就不仔細講 因為這邊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方式 各位可以回去 自己算一下 這邊東西很多 還有 應該沒了 我們 後面這個曲線 曲線擬合的工具箱 我們這部分就不講 因為這個是你深深在用的時候有些工具箱可以讓你用 所以重點是在這幾個數學函數 你要知道把它變成線性的模型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那麼 作業第一題很簡單 我就不講 我直接講第二題 第二題是假設說你有一堆資料 資料畫出來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資料散佈在上面 你覺得這資料是像什麼形狀 圓形 圓形嘛 你想這是圓形啊 這個圓圓的 你就畫一圈 畫一圈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請你把這圓形找出來 那它的函數呢 這東西的函數呢 你很明顯知道說 這東西的函數就長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x-a平方加y- 抱歉這寫錯了 y-b平方要等於r平方 那請你把abr要找出來 那第一件事情呢 請你把它轉換成線性的格式 那這個當然沒有在我們那個列表裡面 各位只要算一遍 然後跟助教講說 我怎麼樣敲來敲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線性的模型 轉成線性模型完以後呢 你要把 轉成線性模型 它會出現新的線性的函數 線性的函數 比如說alpha beta gamma 那你要把 原先的abr 轉成alpha beta gamma的函數 所以這邊你要說明一下 那這邊完全是 用手算就可以 這邊跟我們的 MateLab程式碼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考試也是一樣 我給你一個函數 請你把它轉成線性的格式 那這邊是全部都用筆算 用寫的就可以 那接著呢 我們就真的有sample data 100個點 畫出來這個樣子 那這100個點呢 我們就開始要做 那我做出來的結果呢 是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點呢 你的圓圈呢 還蠻近的 整個一圈就畫出來 但是我剛剛講過 你經由變形法 得到的結果呢 是經由變形之後 它所產生的最小平方 但並不是原先距離的最小平方 所以呢 我最後一小題呢 就是說 你用f mean search 再把它喬一下 原先已經喬到這個樣子 看起來蠻不錯的 你再把它喬一下 然後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 abr值 使得它的最小平方法 使得它的最小誤差的平方 會更小 那我做出來的結果呢 是果然更小 但是小一點而已 你看原先的圖 是在這裡 綠色的 我經由f mean search 再做一遍 得到的圓圈是變紅色的 那它的最小誤差 是的確是變小 但這裡要注意的是 我最小誤差怎麼定義呢 因為如果是一條曲線 你可以定它 它的 在y軸方面的距離 的平方 叫最小誤差 但在這裡沒辦法 所以這邊最小誤差的定義呢 是定義成 每一個點到這個圓的最短距離 到這個圓的最短距離 那最短距離怎麼算呢 你知道圓心知道了 你算這一點到圓心的距離 再減掉它的半徑 就是這一點到圓的最短距離 所以這個是你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作業 當然我還有一題更難的 沒有出處來 橢圓的 但橢圓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今天不用做這一題 但是橢圓會更複雜 好 我剛才講的都講完了 同學們為什麼都沒問題 有沒有問題到現在 還是要開始做作業才會發生問題 好 那我想我就不單位各位的時間 讓各位去做作業 有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